大家好 我是雅刺猿 错 因为雅刺猿觉得自己胡子太长 所以这一集由我和阿曼代理 总之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 某某作品有出乎预料的神展开 或是某某角色又立了死亡flag 这些代表故事发展或是剧情逻辑性的称呼 在一个信任的作品中究竟发挥着怎么样的功用呢? 冷知识第二集 我们来讲讲所谓的预读和主义吧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期待一个故事有合理的发展 但是如果一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太明确 或是太容易预料接下来的发展 那便反而缺乏虚伪性 降低观者的期待度 相反的 如果故事节奏不符合逻辑 明明立了死亡flag却没有截掉 或是某某某话突然爆出了超乎预想的展开 说通俗一点就是伸展开或分剧情 说的有时问一点就是预读和主义了 这下来还是交给我们的台主吧 首先先谈一下奇标的定义 flag原本来自于电脑程式用语 一纸资料库中接收 储存或记录输入状态的资料结构 因此像在游戏中 玩家所做出的选择都会导引到不同的路线与结果 而那些记录点或转折点便是一个奇标 后来到了ACG作品中 便延伸本意为一旦定下这个fact 事情必会发生 因此如果有角色说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 那基本上他就差不多可以领便当了 或是转角遇到爱 以后一定会展开领来关系 以上这些都称为奇标式的展开 而预读和主义是为了解释故事的特定展开 或是给情节走向歪掉的作品一个论述 原则上在作品中使用词中主义有好有坏 说的好听一点 是为了使剧情发展更顺畅 或是想要经验观者 亦或是无心插流流声音的结果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作者或编剧的文笔不够力 不是该有的奇标或故事本质而硬要加以改造 甚至不管有没有埋伏笔 就只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强行发生偶然事件 或重复性的重现同一个场景 即为了剧情推演顺利 像许多后宫作品 男主角不管怎样都一定会遇到一堆女性 而不管这个女性是本来就被迷上 还是本来很讨厌她 一旦经过什么拯救情节 或主角好温柔好强大的展开 最后都会产生暧昧关系并成为后宫 不过虽然狱都和主意多为贬义 在某些类型作品中是可以被默许的 也有用的好的狱都和主意 我前面提过 虽然符合期待展开是合理的 是按照逻辑的 但相对的则失去故事 让你失去吸引观众的话题或特殊性 在结果这种时候 狱都和主意的存在变得十分重要 因为如果可以丢出一个不安排一出牌的剧情 或是根本上文不对下文 却对故事展开十分有效 那以引人路深来说 作品就可以算是一半的成功了 例如我还喜欢一部动画日常 就是将狱都和主意利用到极致的作品 超乎想象完全不合理 欢迎观众一边骂我 到底看着三笑 但是又笑得合不拢嘴 而且最后就能还能接上堪称完整的结尾 不管他有没有一系列的架构 他确实已经达到了吸引观看并喜欢上他的结果 或是第一季的进阶巨人 明明主角该有不死光环 但是却在中段突然四死 虽然之后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出现 不过这个做法成功的引起了话题 而且还合情合理 狱都和主意的存在 虽然本来是为了嘲讽原作者的创作能力不足 而导致故事顺畅度低下 但是经过好的使用 能达到就算预料未及 却在之后接续剧情引起特色的重大功用 所以之后如果有什么作品发展不符合预测 这边都讲什么神展开 或是怎么又死人了 而是很有学问的推推演进说 嗯 这个狱都和主意用得不错呢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享受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ACG相关的影片 也请记得帮我按个订阅 叉叉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里是炮灰 与阿满 我们下集再会 拜拜 嗯 那个 下一集我会记得刮胡子的